好,那我们这边已经编完了12组 这边是8段 然后珍珠的上面是12段 那这个12段编好之后 我们先把这个线留在这里 不要动它 我们等一下结合起来 才利用这一段线来做留书 那我们把那个挡 就是在起边端的挡住 把它拿下来 然后穿上针 那看一下 就是我们每一组的这个 圣笔的宝鞭 它的这个如果是两颗 12绫的下面就一定是一颗 8绫的珠子 两颗12-0-80 两颗12-0-80 然后两颗12-0的感觉 就是在80的上下都是有 四伦小珠 好,那我们这个起端这里是两颗12-0 所以我们现在来加一颗80的珠子 那因为要转弯 我们现在要编的是这一块 我们现在要编的是这里 是这个回转的地方 这里要回转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让这个 等一下要能够接这个西圈的部分 所以我们加完80的珠子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加三颗 三颗的12-0-日本小珠 然后再继续加一颗80的珠子 然后才再继续编那个圣笔的宝鞭 好,再编另外一侧上去 好,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加一颗80的珠子 然后再三颗120 再一颗80的珠子 那这个基本上这边的话 就等于是在它转弯的地方而已 这是一个转弯处 那圣笔的宝鞭的部分 我们就跟一开始我们编制的那个 起鞭的时候的是一样 第一次一定要加两颗的日本小珠 之后就等于是多加一颗 那因为我们要回 就是加了上侧的壮士珠要回转 所以第一次要多加一颗12-0-日本小珠 然后接下来一样 就是加了一颗12-0-日本小珠以后 那还是一样 小大小小大小两组 这是一颗要回转用的珠子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样 就是小大小小大小两组 那编制的方法都一样 就是我们的 我们现在是加了很多颗 你不要管 你就是在这个第一组的小大小回穿 等于是倒数的第三四五颗 对不起 第四五六 因为这个是最后的三颗 那他的就倒数了四五六 这样子 加一颗上装饰珠 那这里这个 加了一颗上的装饰珠之后 我们就一样回穿四颗 一样是回穿四颗 跟刚才的技法都一样 就是加一颗回穿四颗 那这里比较特殊的是 我们现在要加了下面的装饰珠 我要跟前面的那一侧要共用 那这里要注意一下 这个上侧的装饰珠 因为我现在刚才编的是左侧 那我现在要编的是右侧 因为我们是左右两侧合起来 那这里会开开的 所以我的这个上装饰珠 你看一下这里是开的 这个都是 这个是上装饰珠 这边没有 这边是下面的装饰珠 下侧的装饰珠 它会跟那个上下的 上面的那一颗珠子 事实上是合起来的感觉 但是在上装饰珠 它会开开的感觉 是斜的开开的 那那个下装饰珠 它是垂直的直线的 所以我们把那个鞋的那一颗 上装饰珠摆在左手边 那我们刚才加了一颗上装饰珠 然后回穿四颗之后 本来要再加一颗下侧的装饰珠 那这个下侧的装饰珠 我们要共用前一侧的 等于是在这个最后一组的 这个最上面最右边最上面的 等于是最右边最下面 如果以这个方向来看的话 就等于是要共用那个前一侧的 一颗珠子当做装饰珠 再来回穿这一个 这里要注意 已经是加了上装饰珠的部分 那三颗我们不要回穿 我们要回穿的是 没有加上装饰珠的这三颗 这样子它才会两个并在一起 那我会把那个刚才已经编好了 放在左手边 右手边我会比较顺一点点 这样我们在前进的时候会比较顺 好那就一样 继续做那个圣笔的宝边 一样就是小大小小小大小一样 就是加了这个六颗 然后由下往上回穿 第1,2,3颗 加一颗 上装饰珠 再回穿四颗 然后再加一颗 下装饰珠 回穿 三颗 拉紧 我们总共就要做七组之后 再来做组合的动作 所以我们先编七组 那每一组都是小大小小大小这样子两组 等于是两侧的柱子 然后再回穿一侧的柱子 是三颗 再加一颗上装饰珠 由上往下 回穿四颗 三颗是这一段的 一颗是前一段的 这样才能够段一段之间才会结合起来 再加一颗下侧的装饰珠 再由下往上回穿三颗 这一二三 总共三组 那我们总共要先编七组 那第八组的时候 我们要来做组合用的 那我们要做第八组合用的 那我们为了要让这个枝带更紧密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 第一侧的这个外侧珠 斜的那个外侧珠 放在左手边 那我们第二侧 编完的这个放在右手边 整个枝带是在右手边 加了第八段的三顆小大小之後 我要共用第一側的珍珠下面的這三顆小大小 那要由上往下來回穿它 如果沒有辦法一次回穿 我們就用分段的來前進它 我只要前進三顆 這裡我現在目前我只要回穿三顆就好 因為這個等於是在家族的時候 我們加的一樣也是小大小 只是我們這個是共用 共用它而已 那接下來我們要回轉到這個 原來的這個三顆 第一次剛才加的那三顆 我們要來加上側的裝飾珠 這裡一定要用它密合 然後加一顆上側的裝飾珠 然後加一顆上側的裝飾珠 方法一樣喔 只是剛才我們那個中間的珠子是共用而已 回穿 四顆 好 那這個剛才第一側那已經有加了這個裝飾珠 所以我們現在只要直接前進四顆珠子 並且穿過珍珠 穿過珍珠 好 等於是總共前進五顆珠子 那前進五顆珠子之後呢 這裡也是一樣會有那個共用珠的問題 先前進到珍珠的位置 那我們來看一下是不是就這邊已經完成了 而且它這邊是密合起來的 等於是在一組中間的這個位置是做共用的 然後左右各有一組有加上側裝飾珠 穿過珍珠之後 我們一樣要來做聖筆的寶編 小 大小 那這裡比較特殊的就是這個小 大小 這個第二組的最後一顆小 這裡是小大小 這是第一組 那第二組的小大小 我們要來共用這個第一側的一顆珠子 那這個是要由上往下來前進這一顆 然後因為我們要回轉 這個加的這一次加的第一二三顆 那一樣加上面的裝飾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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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要跟前面的第一段在編織的時候一樣 也要回穿到珍珠下面的這四顆 四顆這個 這四顆的小大小小的四顆種子 然後隔著最後一顆的那個小 再回穿到珍珠上面來 如果一次沒有辦法前進那麼多顆 我們就分段來前進 這個 注意線不要卡到 那這裡就要前進到這個 剛才共用的那一顆珍珠上面的那一顆小的珠子 還有這個很明顯的兩顆在外面的 還沒有前進的 所以你這個 第二側你要放在左邊右邊都無所謂 那我會習慣就是在編織的那個 而順手的話我會讓它再主側 順手的話我會讓它再主側 一樣就是小大小兩組 由下往上推穿 第一二三顆 推到自帶 再加一顆上側的裝飾珠 回穿四顆 再加一顆下面的裝飾珠 再回穿右側的三顆 回到上面來 然後繼續的編制 那我們這樣就已經完成了兩組 我們總共一樣要編十二組 那最後一組的這個結合的地方 我們要跟它一樣 跟這邊一樣 跟這個珍珠前面的這個 剛才結合的這個組合的地方 是一樣的做法 我們有些人的做法 因為你們有些人的做法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組合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組合的